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整体的中国大陆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呢 根据大陆官方的数据 1到2月大陆城镇人口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空前新高6.2% 尽管各行各业都在立平复工 但从原物料到成品的销售都还难以恢复 为了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近大陆宣布要发行当地史上第三次的特别国债 应该说2月份我们的销售数据也非常不好 几乎是零 几乎是零 对对对 没有销售 几乎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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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震惊所以要听三次 您没听错 2月份销售数字挂零的最佳 可是号称世界规模最大的冷气空调业者 稳占全球市场五分之一的格力空调 整个一个月的销售份额是零 这会意味着什么 一损失200亿啊 天哪 200亿换算成台币就是一个月860亿的损失 整个二月份格力除了部分厂房改为生产口罩之外 从产线宣传到销售完全停摆 国内你说小区封区不能上门安装 第二个你不能到小区里去搞上门服务 商场全部关门你也不能卖东西 你怎么可能不下滑 没有做过去的事情 这种困难一定是软次的 眼前困难的当然不只有格力 根据大陆工信部最新数据 一二月大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 二月城镇失业率更飙升到6.2% 堪称历史最高水平 连英国金融时报都很讶异 到了官方竟然愿意公布如此惨烈的数据 总体来看我国具备庞大的产业规模 完整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内需市场 那么相信后续会有更多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出台 那么另外我们还会对新农员汽车 以及相关政策近期会协调相关部门做出调整 大陆官员讲究经济特别提到汽车 除了汽车产业本来就是火车头工业之外 更惨的是大陆汽车重镇之一就在湖北 占了全国总产量的9% 而其中八成就在重灾区武汉 上海工厂成为了目前唯一能够制造整车的特斯拉工厂 目前上海工厂复工之后的产能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 走进生产车间 2000多名员工正在有序作业 在大陆中央一边防疫一边复工的 直接命令之下 包括上海纪念初刚落成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在内 众多车厂各凭本事招人复工 问题是各地都还在隔离 人上班了车造好了 不知道要卖给谁 汽车业务员各个成了网路直播主 但二三月间讨论很高的这种网路卖车 实际效益却似乎并不明显 大概有五到六个平台会去做一个现场直播 在网上直接是看过直播的 直接到店来订车的也会有众很多客户 某些一线豪华车 平原每次直播的这个全部观众 也就差不多几千个人吧 有的品牌表现就更差了 转化成真正的消费者到底有多少也不好说 里面一个金融的低首付和一个零利率的活动就比较吸引我 然而松一口气的是 三月份以来随着各大城市逐渐解封 能够到场赏车的消费者也多了起来 但也在这同时 疫情快速瘫痪欧美各国 大量仰赖进口的汽车零部件缺货 又给迟来的车气春天笼罩上一层阴霾 比起汽车消费更敏感的 无疑是寄托无数大陆民众毕生积蓄 甚至或许是高额债务的房地产 根据统计 二月大陆前100家房地产业者销售数字下跌44% 近乎腰斩 还有上百家业者直接破产 直到三月上旬率先解封了上海市场 才终于感受到一丝暖意 我们是会有一些限流的动作 包括预约 如果周六周一天客户量大的情况 我们每个小时也就接待五到十组客户 因为这个失业率的这种上升 那么可能会对这个一季度 这个居民收入的增长 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这是应该是预料之中的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二季度开始 随着这个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那么用功增加 那么特别到下半年 包括经济恢复的这个更好以后 那么收入居民收入增长 应该会逐步改善 为了追求变现 大陆知名的恒大集团 二月率先下沙七五折 总计七十个大中型城市 二月份的房价算是稳中有落 结束了长达五年的涨势 同样的观望气氛也出现在 以高房价闻名的香港 本身可能budget大概八百多万左右 但是之前可能还极都是八百五 可能现在是八百头 我看好是疫情过后反弹 因为现在都可能跌了些 现在空间大了些 还有自己一定有需要 尽管目前房价没有明显回落 但对比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 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六点四 房价就暴跌四成 两千年初的网络泡沫 加上SARS疫情 失业率百分之八点五 房价跌掉两成八 香港业者预估 今年的行情也不容看好 肺炎现在落着已经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的话 这些数据将会在以后 我们未来的失业率应该会攀升 很多行业的从业员 是绝对受到影响 那这些人如果财务上出现问题 未必会再买楼 我相信因为经济转抄的关系 都市场上会开始多了一些业主 他需要买楼套现 面对环环相扣的全球经济困局 3月26号举行的G20峰会 承诺要启动5兆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大陆中央政治局会议也透露 要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向市场放水 在这次证据会议当中 是罕见提到了特别国债 那从一些资料上显示的话 其实我国特别国债也是发行过两次 特别国债的发行 一般性都是在特殊时期的特别的手段 那我们预计 这次整体的一个特别国债 发行的规模应该是在一个5000亿到1万亿左右 陆媒分析 大陆建政以来第三次的特别国债 最可能用来投资基础建设 或是刺激消费 接下来就要期待这样的大水漫灌 能够让已经面临增长放缓 又被疫情急速冷冻的大陆经济 满血复活 TVK新闻 朱冠宏 庄志伟 综合报道